久违路面的房祖明今天成为了上海无常献选行相大使 并获赠蕴含上海无常献选健康快乐时尚的公益理念 以杀奖杯和证书 最近一段时间房祖明正在佛山闭关拍戏 而他所接拍的这部戏正是导演本人的亲身经历 发愤图强了十几年变成了编剧再变成导演 那就是我这部戏的导演了 就是他十几年前是帮人家开门的在饭店 他现在是当我的导演 所以我听到我觉得很感动 就觉得哇原来这种奋斗史是那么的澎湃激昂 距离房祖明上一次发行专辑已经有三年之久 不过各位歌迷不用等太久 房祖明将在今年年底退出全新的个人专辑 同时还会为他人的专辑担任音乐总监 年底或是年初会是自己 但今年要做除了我自己还有一个艺人要做的 那我是音乐总监 那个是厉害的人 反正就是但是他唱歌不太好 所以我就要就要去瞧一下 就帮他出一张专辑这样的 至于房祖明担任音乐总监的对象是谁 他始终不愿透露 坚称对方是一个大牌 是杨幂吗 哎哎怎么会是杨幂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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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但是是大家都熟悉的 对我要帮他做一个音乐总监 希望出来的东西会好 而且为了他还找了很多大牌的去去做 对 是男生还是女生 呃男生 但是我也希望找一些女生跟他合作这样 不是不是他们都想拆拆歪了 对没关系 OK了啊过了这个不要再问了 我还没发稿因为那个 所以要换下一个下一个下提示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